话说在过去北方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叫李三的尼瓦江 李三经常出门去做工 起早贪黑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 经常走一路的李三倒也不害怕什么 不过却有一次遭遇让李三每每回想起来 还是心有余悸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咱们下面就来听一听 有一次李三去给镇子上一户人家干活 这家主人特意宴请了这些工匠 目的当然是想让他们把活干得漂亮一些 那天傍晚做完工后 李三便被主家请到镇子上的一家饭馆吃饭 主家人很热情 点了不少的菜 工匠们在主家热情招待下都喝了不少的酒 李三平时就爱喝一点 这天他也没少喝 一群人喝的都挺好 酒席一直到了晚上八点半才结束 工匠们谢过主家后各自回了家 李三骑着二八自行车也开始往村子里骑去 那天晚上乌云遮月 路异常的黑 李三不敢骑太快 就慢悠悠的在乡村小路上骑着 离家还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洞 很快 李三就骑到地洞这里了 他借着下坡的速度赶紧猛灯 想一下冲上坡 当他到了地洞里时 迎面忽然刮来一阵凉风 吹得李三背后有些发凉 他猛灯几下想要冲上去 可这车子却越来越重 速度也一下就慢了下来 似乎后座上有人坐着一样 李三就害怕了 他继续猛灯几下 可这车子干脆就不走了 停了下来 李三想起过去老人讲的那些歧视 心里犯起来嘀咕 哎呀 看样子我是碰见啥不干净的东西了 这可咋办 李三不知所措 从车子上跳下来 他扶着自行车不敢回头 往前也推不动 他就在那里傻傻的站着 忽然他感觉车子好像被人正在往后面拉 李三根本就拉不动 坏了 他这是要往地洞里拉呀 我该如何是好 正当这车子一点点被拉走的时候 忽然前面传来了狗叫声 片刻后一条黑狗就跑了过来 冲着李三就是一顿狂叫 李三忽然觉得车子一点点变轻了 他用力一推 那车子开始往前走了 那条狗不依不饶 开始朝着李三身后狂叫 李三推着车子就跑上了坡 那条狗看着李三骑上了车 转身也跟在他身后跑 李三不敢耽搁 骑着车子就跑了 走了没多远 那条黑狗就跑进路旁一户人家的小院里 李三一看 那户人家正是村里的老李头家 老李头承包了一片瓜地 便在那里盖了房子常住 为了壮胆防贼 这李老头就养了一只大黑狗 李三心里满是感激 一溜烟就骑回了家 隔日上午 李三就去瓜地里 找到了李老头 而那条大黑狗 正在小院子里趴着晒太阳 李三将昨晚的事就跟李老头说了 还塞给李老头两包烟 李老头推脱不过 也便收下了 李老头说道 听我爹说 那个地洞以前是条河 过去那里经常有人溺水 后来就见了地洞 昨天晚上乌云遮月 阴气较重 所以你才会摊上怪事 以后你可要注意了 多险呢 李三借过李老头后就回家去了 从此之后 李三总是趁着天没黑 就回家 再也不敢夜里 独自一人从地洞那里走了 黑狗为啥能帮李三的忙 老辈人曾说过 黑狗是阴阳的强体 所以鬼怕黑公狗的牙和血 代表着正义 老辈人说 黑狗拥有阴阳眼 可以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从五行来说 狗血属金 鬼属木 金刻木 所以鬼怕狗血 对呀